雪兰的双西比利国中一批印翼和误异学生在众目睽睽下发生肢体冲突 一段先十九秒视频被上载到社交媒体之后引起关注 警方发文告指出事件在校方和自愿巡逻队的调停下和平落步 没有人受伤因此校方没有报案 雪邦警区主任卡玛鲁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 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上午十点半左右 涉及姿势的包括两名印翼和五名乌翼学生 导火线是一名中四的印翼学生 在下课时间嘲笑一名中三的乌翼学生 被嘲笑的学生情绪失控推撞对方 乌翼学生也不甘示唾 挥拳击中对方脸部 在旁围观的其他学生也不断叫嚣挑衅 自愿巡逻队员校后抵达 向涉及姿势的七名学生发出严厉警告 事件才宣告落幕 刑方透露涉事学生已经认错 并承诺不再重犯 因为纠纷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校方决定不向警方报案 但是会采取纪律行动